接触过摄影摄像的朋友肯定听说过动态范围这个词 比如会听到说某某相机的动态范围有多少档 拍log能够提高画面动态范围等等 那么感光眼界的动态范围与记录画面的动态范围一样吗 场上宣传用的动态范围我们该怎么理解 为什么会某某的log视频能够提高动态范围 本期视频可以看作是上期Gamma纠正视频的后续 来粗浅地谈谈动态范围与log 那么欢迎收看这期黑造影机 我是卡尔 下面就让我们先来谈谈动态范围 动态范围英文名为Dynamic Range 大家肯定听说过HDR就是高动态范围的意思 动态范围这个词在很多领域都有使用 比如在升旋领域我们也经常会使用到动态范围这个词 而在摄影摄像中我们可以听到它的几种不同的使用情况 一种是指记录下的图像中 其场景最亮与最暗区域的差值 或者说两者的比值 动态范围很多时候也只带一种性能参数 比如我们说某相机传感器的动态范围有多少 或者是某个相机在某个特定格式或者设置下 可以记录下多少的动态范围 在动态范围中 具体形容最亮和最暗区域差了多少 肯定是要定量的 除了比值这种表示方式之外 还可以用分贝来表示 而在摄影中会经常使用二进制的对数来进行计算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多少档动态范围 每档之间为两倍增关系 比如两档的动态范围就是四倍的亮度差 八档的动态范围就是256倍的亮度差 使用指数系统除了更符合人眼的亮度感知规律外 也能很方便的匹配上 同样使用指数系统的摄影曝光计算 在弹极镜头中出现的物体亮度时 场景本身的亮度也是拥有动态范围的 我们大概举个例子 如果有这么一个场景 画面最亮处的这个杯子亮度为 1万坎德拉每平方米 而场景的最暗处为1坎德拉每平方米 那么此时该场景中最亮与最暗的比值为1万比1 也就是场景的亮度范围约为13.3档 如果我们需要场景中所有物品在记录的画面中都能呈现 那将需要相机至少拥有13.3档的动态范围 如果我们继续增加画面最亮区域 那么只有13.3档动态范围的相机 将无法记录画面中过亮的部分 可见相机的动态范围确实可以看作是相机的一种性能属性 如果拍摄一个大光碧的场景 首先场景的光线将会经过镜头的镜片传达到传感器上 因为传感器能记录的动态范围是有限的 所以传感器能接收的动态范围可能小于场景 而在后续相机的各种复杂的处理中 包括信号增益 ADC 图像信号处理等等 有可能再会损失一定的动态范围 在整个图像信息的处理流程中 动态范围是逐步减少的 现在就让我们先看看相机传感器的动态范围是如何定义的 或者说它能捕捉的最亮和最暗信息是怎么定义的 在传感器中的每个感光单元中 越多的光子照射 越多的电荷产生 这些电荷将会变成信号 再变成我们图像中的颜色信息 容纳这些电荷的地方称为市井 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杯子 进入的电荷就像是倒入杯子的水一般 当光线不断照射感光单元 电荷数量不断增长 直到无法容纳更多电荷的时候 也就达到了该感光单元能记录的最大光强 之后无论多少光线再照射 也不会再容纳更多电荷 这时候拍摄的画面一定是过曝的 这也说明感光元件上单个像素能接受的光子越多 那么其记录的最高亮度越大 而能记录的最大光线能量 就是相机动态范围的上限 而要说明感光元件能记录的最暗值就显得有些复杂了 理想情况下感光单元能记录的最小感应量 应该等于接收到一个单位的光子 并产生一个电荷的时候 但实际上并不能达到这个精度 因为我们需要考虑到噪声的影响 相机噪声这个话题是很大的 所以这里只是大致来讨论一下 相机中最主要的三类随机噪声员 为独出噪声 散力噪声和热噪声 散力噪声是由于光的量子特性产生的不确定性导致的 这和相机的设计无关 虽然光线越强 散力噪声也越强 但是由于其符合博松分布 散力噪声等于信号的平方根 因此信噪比随着光线强度增高反而提高了 而热噪声产生于摄像机传感器内部的热能与温度相关 噪声随温度升高增加 在短时间的曝光中通常可以忽略不计 而与相机自身设计有关的主要为独出噪声 独出噪声简单来说就是电信号在相机内经过各种处理 最终变为数字信号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噪声 其中包括放大器和魔术转换器等产生的噪声 独出噪声无论信号强度是多少 几乎都是很定的 不随曝光时间和场景亮度影响 因此一般定义的传感器的动态范围 使用满景熔与独出噪声的对数比 在实践中更有实际运用价值的 往往是整个相机系统的动态范围 而不是传感器的动态范围 我们在下面简称相机的动态范围 相机的动态范围需要考虑除了独出噪声外 其他噪声的影响 包括散力噪声以及热噪声等等 更重要的是 需要考虑整个系统从光学方面到数字处理管道以及编码等各个层面的影响 加上大部分相机中都有许多对外不公开的信息处理方法 因此通常测量整个相机系统的动态范围 使用实拍测试并引入了信噪笔的概念 将某个信噪笔标准下的光强定义为动态范围的有效下限 比如在ISO15739标准中 取用信噪笔为1来定义动态范围的最低测量预值 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绝对标准 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人对动态范围的判断可能都不一样 当信噪笔小于1时 画面信息也并非完全不可见 而要信噪笔等于1时 画面细节对不少人来说也还是不能接受的 比如CDD指出 电影机一般会更保守的使用信噪笔2来界定动态范围 同时动态范围的测试方式 在不同机构也是有着不同的标准 比如CDD的测试标准中 会使用实拍测试 使用DSC Labs的动态范围测试工具 顺带一提 DSC Labs已经宣布将要停止运营了 测试的拍摄图像会经过目视评估 并输入到Emmetest软件中进行基于算法的评估 Emmetest经过算法计算后 会给出相机在不同信噪笔标准下的动态范围 这样的数据比给出单一信噪笔下的动态范围 是更加科学的 另外影响相机的动态范围的会是增益操作 比如相机对传感器输出的电信号进行了增益操作 那么有可能使得还没有达到满景容的信号 便已经开始超过ADC的上限 这会导致宽容度的上限达不到满景容时的亮度 而很多情况下 相机的ISO设置会直接影响到增益的数量 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说原生ISO或者是零增益 才能发挥相机的最大宽容度潜力了 除此之外 镜头光学设计也能造成动态范围的变化 比如EmailTest指出在他们的测试中 使相机宽容度小于传感器宽容度的主要原因是镜头的炫光 此外降噪或者超采样这种图像处理技术 也会造成可用动态范围的些许提升 比如当4K超采样至1080的视频时 四个像素和并为一个像素 在通常的图像中 四个相连的像素往往颜色会很接近 但是噪点却是在每个像素随机分布的 因此在多像素合一的超采样中 使用合适的算法可以改善性造比 提高动态范围 因此理论上数据参与越少的数码层面的后期处理 就拥有越多的提高性造比的潜力 比如RAW文件 通常保留了来自传感器的最低处理的原始数据 如果后期经过合适的处理 往往可以得到比机内处理更高的性造比 或者说动态范围的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 RAW数据也并不一定是最原始的数据 仅仅是用户能得到的最低处理过的数据 比如在DP Review的佳能R6的动态范围测试中指出 该机型在低ISO时 RAW文件总会应用一些降噪 总结来说 工程上传感器的动态范围 一般以读出噪声来定义动态范围的下限 但是最终记录下的图像文件 通常会受到因为包括噪声 RAW数据处理等步骤的影响 所以整个相机系统的动态范围下限 一般以性造比降低到一个特定的程度来定义 虽然在很多标准中会采用性造比等于1 但是不同的机构和标准可能是有不同的值 此外测试的方法也会导致动态范围的变化 所以提到整个相机系统的动态范围时 最好还是需要明确一下测试的标准与环境 之前我们提到了 相机内对图像的数字处理 也能影响最终输出的动态范围 因此相机的各种设置 和最终选择的录制格式 也可能会导致图像动态范围的变化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处理参数 就是记录的画面色深 相机内的ADC将电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时 会有着特定的采样精度 比如常见的14 16bit的照相采样 或者12 14bit的视频采样 使用RAW拍摄 通常有能力记录下等同或者接近ADC采样的动态范围 因此也不会存在动态范围的明显改变 然而当我们记录非RAW的格式时 因为不同的设置或者性能原因 最终记录下的图像数据 往往采用低于ADC采样的色深 比如一般的JPEG格式照片 采用的是8bit的色深 当然理论上 色深减少并不意味着 记录的场景画面的动态范围也会减少 比如8bit画面压缩到4bit 数据精度从256节压缩到16节 场景的动态范围依然没有改变 但是问题在于 画面的质量除了动态范围外 我们还要考虑到色彩精度的问题 一个是拍摄画面直接观看的观感会受到影响 出现色彩断层 除此之外 后期色彩拉伸调整的潜力也被大大压缩 除了色彩断层外 dbit画面也可能直接影响内容的表达 比如我们在一张灰色的纸张上 打印黑色的字体 如果采用压缩的方式 场景对比度是能保留下来的 但是灰色纸张上的文字 却因为亮度的压缩 从而导致细节难以辨认 除了压缩 另一种减少色深的方式 则是直接丢掉亮部或者暗部数据 减少动态范围 这样一来 就不会因此丢失色阶的精度了 也就是说 在我们记录色深低于ADC采样的精度时 要么减少动态范围 要么减少色阶的精度 又或者是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而在实践中 两种方式在不少时候会同时使用 特别是在记录8bit数据的时候 压缩除了用线性压缩外 其实最常用的是非线性压缩 图像处理系统会使用转换函数 来映射线性的RAW数据 从而使其压缩到低比特色深 而能采用非线性压缩 来压缩数据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人眼对亮度的感知是非线性的 人眼对暗部相对比亮部更敏感 也就需要更多的色阶精度 而使用最广泛的转换方式 一定是Gamma校正 比如REC709一般使用的0.45 或者一般JPEG使用的Gamma2.2 使用非线性的亮度转换 可以更多的压缩高光数据 从而更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色深 如果对Gamma校正有兴趣的朋友 也可以去看一看之前一期的视频 除了常见的Gamma转换外 相机通常也会在此技术上 加入不少自己特有的转换方式 或者处理算法 同时也会开放一些设置 供用户来进行调整 各厂商和型号的设置 其方式和参数都或多或少是不一样的 比如来卡的暗渠优化功能 富士的动态范围功能 或者是索尼图像配置中的设置 使用了C点或者黑Gamma C点主要是调整高光部分的转换曲线 而黑Gamma更多的是偏向于 调整暗部的转换曲线 虽然每个机型和厂商的转换曲线不一样 但是一般的RAC709和JPEG的 最终输出的转换曲线 通常更加偏向于S型 高光压缩可以减少色深的占用 而暗部也会有一定的压缩 来减少暗部噪点 提升画面观感的对比度 这样一来 中间部分的亮度色调将得到更多的细节 这样的亮度转换 不仅更符合人眼的视觉 而且也能最大程度保证 画面在Gamma 2.2的显示标准中 看起来自然 不会看起来灰白 在这些转换曲线下 相机内直出JPEG图像时 一般可以达到9档左右的动态范围 而拍摄RAC709视频时 一般能达到接近8档或者更高 如果进一步采用更激进的曲线转换策略 甚至不去考虑是否在标准的Gamma 2.2显示环境下 观感是否正确 就可以采用更激进的转换曲线进行压缩 从而在保证色彩精度记录合理时 进一步减少动态范围的损失 试至能保留ADC全部输出的动态范围 比如我们常见的Log或者CNN等等转换算法 就采用的是这样的方式 影视中常说的Log曲线 是一种映射图像亮度的算法 Log就是数学上的对数的减身 根据韦伯定律在很大程度上 人眼对亮度的感知与亮度值的对数线性相关 因此使用对数来映射弱数据相比一般的Gamma标准 可以更好的使亮度数据分布符合人眼感知 使得每一档亮度范围占用的数据量相近 利用这些优势 在同样色深的情况下 Log曲线可以更好的去压缩更多的动态范围 从而有可能实现记录动态范围的提升 使用Log曲线并非一定能提升动态范围 具体情况会因为机型和设置而有所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 不同厂商会根据不同的相机传改器的特点 和色彩科学来定制独特的Log曲线 比如Sony S-Log2和S-Log3的曲线 莱卡L-Log的曲线 还有Ari-LogC4的曲线等等 因此虽然都是Log曲线 但是它们的算法都是有区别的 因此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还原这些信息 这也使得这类曲线无法在Gamma2.2为标准的显示设备中正常显示 而需要用Log告诉软件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显示Log数据 除了没有统一标准的Log外 现在还有可以直接观看的HDR标准 PQ和HLG 这两个标准的转换函数和Log一样 对高光部分都使用了更大的压缩率 可以更科学地记录高动态范围的数据 不同的是 HDR有着自己的显示标准 相机按照HDR标准来定制转换曲线 而显示器端可以根据HDR的标准还原显示 在标准的帮助下 既优化了高动态范围的记录问题 也解决了显示端观看没有标准的问题 而这种标准不光是使用在视频上 拍摄低比特色深的照片中 也会使用HDR标准来扩大记录的宽容度 比如佳能一些机型采用了PQ标准拍摄HDR照片 索尼的HERF静态照片 也支持以HLG的标准来记录数据 除了更适合的转换函数和标准外 色深的提高也是至关重要的 比如常用的8bit也能记录高动态范围 但是更高色深的图像 可以在还原log曲线 或者调色后得到色彩精度和颜色过度更优的画面 特别是在制作HDR为标准的交付时 因为HDR显示设备能显示更广的颜色和亮度跨度 这使得对图像色深的要求比SDR内容更高 这也就是为什么主流的亮度格式 或者高动态范围照片都普遍采用了10bit以上的色深 近些年开始逐渐推广的10bit色深的HERF格式 就是很好的例子 比如各大相机厂商的新机型 或者iPhone手机的设备 都支持了HERF照片的拍摄 可见从ADC中输出的动态范围 到最终记录下的图像 这之间的各类处理都有可能导致动态范围的损失 特别是在视频拍摄中 为了顾及相机算力和存储大小 动态范围在很多时候是无法完全保留的 而这个时候就需要各种转换函数和算法 例如Log或者HDR算法的介入 来映射画面的信息 使画面的记录更加符合人眼的感知 和后期调整的需求 在有限的色界中保留更多的动态范围 和更合理的色界分布 相机系统的动态范围性能 关乎着我们是否能记录到现实中的物体 我们是否能拥有那一帧的世界 而对于大部分的记录者而言 能随时还原和传播那一帧的世界 似乎也同样的重要 我们不断发明运用新的算法和新的技术 记录越来越大的宽容度和越来越细腻的色彩 这似乎是在延续摄影书发明以来的野心 记录这个世界 而高通态范围的记录和显示 必将是这段旅程中重要的一步 画面颜色的层次是有限的 而作品的层次是无限的 那么本期黑造影机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节目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